大家好,我是蜡笔 我是凯琛 我是莫凯凯 我是阿白 情况一 买的书就没读完过 自己知道读书重要 也经常买书读促自己 尴尬的是大部分书常年吃灰 情况二 一页书读十分钟 你的阅读速度特别慢 视线停留在一行 反复阅读 前进三句 后退两句 内心还很焦虑 情况三 读完转头就往 你不仅读的慢 读完了还记不住 他刚讲的什么来着 又得退回去重读 情况四 怀疑自己智商有问题 长期的慢读行为 让你开始怀疑自己的智商和天赋 我是不是天生理解力差 先天不擅长阅读这件事 如果你有以上状况 强烈推荐看完本期视频 本期分享印南敦史的快速阅读书 作者自己当年就是典型的慢读者 然而他凭借多年的刻意练习 找到了速读的窍门 这也是本书的最可归之处 他不是来自一个天赋异禀的速读者 而是一位跟大多数人一样的天赋平庸者 作者是一名职业书评人 一年要读700多本书 这不仅意味着他一天要读两本书 还要把每本书写出精彩的书评 这就很吓人了 作者说他的方法不适合小说的故事性强的书籍 或是逻辑性强的教科书 不过作者认为这类书籍在市面上只占10% 而适合快速阅读书籍占到了90% 同时这种阅读方法更适合阅读量较少的新手 不太适用已经自成一派的阅读达人 慢读者的问题根源 读书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我要把书从头到尾看一遍 把内容尽可能多地理解 我不想漏掉任何一个知识点或者故事情节 以上都属于下意识思维 你可能主观上并不这么认为 但大脑却很诚实 作者把这种阅读理念命名为 读书是阅读 你想拼命把书的内容装到脑子里 你妄图贪婪地吸收理解它100%的内容 换言之 存储识阅读的目的是牺牲内容并避免遗忘 作者指出 存储识阅读理念的养成 应归咎于学校的教育 从上学的第一天起 老师就要求我们 准确地把握文章的脉络和作者的意图 一字一句地老读 于是我们被灌输了一条不成文的清规戒律 读书等于一本正经的学习 就是要一字一句读 充分理解每一个知识点 并记在脑子里 这就是致使你成为慢读者的根本原因 作者抛出了一个极佳的阅读理念 称作流水式阅读 核心思想是 放低你对阅读的预期 从追求理解和记忆的执念中 解脱出来 读书要像听音乐一样 让内容流入你的耳畔 流过你的心底 怎么理解呢 我们一起回忆两个场景 看看你有没有共鸣 场景一 对于曾经给你带来过巨大影响的书籍 你是记住了书中99%的内容 还是只记住了最精华的思想 场景二 当你听一首新歌的时候 你是记住了99%的旋律和歌词 还是只记住了那段最美的旋律和歌词 读书情况这两个问题没有悬念 应该都是后者的情况 除非你是在刻意背诵和练歌 在此作者道出了读书的灵魂 他说读书最美妙的地方 不是将内容100%copy到你的大脑 而是去邂逅那打动你的 那1%的美丽 阅读后哪怕只留下了印象深刻的片段 这次阅读就是成功的 有人会说 那我要是功利型读书者 这样岂不是学不到太多东西 其实并不是 作者说 我们并不能奢求读一本书 就盖起一座高楼 而是先通过多读 让自己积累更多的砖瓦 高楼才更容易被搭建起来 广读的优先级大于精读 以流水诗阅读为根基的实战方法 摘录式笔记法 作者提出了一种新式读书笔记方法 我们把它称作摘录式笔记法 它的核心思想是 把传统思维本末倒置一下 原来是为了把书读好而做笔记 现在是为了把笔记做好而读书 为了把书读好而做笔记的缺点是 读书的过程 脑力负担会很重 一旦边读边忘 阅读过程就容易受阻 如果倒置一下 为了写好笔记而读书 你是带着目的去读书 看到不重要的东西就略过了 只关注整本书中1%的精华 于是整个过程变得很流畅 就好像我们玩密室逃脱 对高效的方法是带着目的 利用线索去试探 而不是漫无目的地检查每一个道具 这也是书评人的职业给作者带来的经验 为写而读的出发点看似功力 实则可以帮助我们明确阅读角度 帮助我们更快的筛选 训练快速阅读的能力 那么沾录式笔记法具体该怎么做呢 一共分为三个步骤 步骤一 沾录片段 有的书几百页篇幅 但只为论述一两个核心观点 剩余巨大的篇幅都是为其做支撑 有的则是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但核心思想只是某个人物的一句话 既然如此 在流水的过程中 我们就指摘录书中能够打动你的片段 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 你读书就是为了邂逅这百分之一的美丽 一本二百页的书 可能打动你的片段就那么十几个 举个例子 在快速阅读书这本书中 感染我的片段只有这么几个 如果读书的目的仅仅是 把全部内容装进脑子里 那么读书就会变成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书与音乐是相通的 读书应该像听音乐一样 让音乐自然地从耳边流过 也依然会有一些声音留存下来 慢读者的最大对手 是对读书的高预期 是对自己的束缚 比技巧更重要的是理念 使用正确的理念将书读下来 当你把一本读完的书放在书架上 几年后去回忆它的内容 可能连章节大意都想起来 但可能有那么一两个片段 十年都不会忘记 这一两个片段就是整本书的灵魂 比如快速阅读书中 最让我有共鸣的一句是 背诵歌词 记忆旋律 这些都不是听音乐的书中 音乐的根本价值也不在此 而是在于听过之后 对个人产生的影响和带来的改变 因此 与我个人而言 这句话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 于是 做个标记 或者单独摘抄出来 主动留住这个灵魂 前两部都是在摘抄 都是作者的话 是他的理解 那么第三步 你要说出你个人的感悟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拿学习来说 听懂不代表理解 理解不代表会做题 当你会做题了 才能叫学会了 阅读也是同理 读的时候觉得很好 但如果没有产生 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就很难吃下这本书的灵魂 当你以自己的口吻 写出一顿感悟 把这本书变成自己的东西 才能体现阅读的意义 当你日后看到自己 所写下的这段话时 你会想起来 它为什么是本好书 你从这本书中 领悟到了什么 比如 我对快速阅读书的感悟是 我读书很快 但却对自己的阅读习惯 一直持质疑态度 我真的读懂了吗 为什么看过的内容 还是会忘记 是不是不够认真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于是 像听音乐一样 读书的理念 让我很有功名 也让我更加认可 自己的阅读习惯 我应该继续 在这样的理念下去探索 这样就OK了 很多小伙伴提过这个问题 如何整理读书笔记 在前三部中 我们做了摘抄 筛选和输出 每一份记录都是一份宝藏 那么 我们该怎么整理这些笔记 让它们变得更有价值 而不是胡乱堆积 随着时间的流失 被抛弃和遗忘 我们可以给每本书 建立一个索引结构 标题 作者 出版社 关键词等等 这样做的目的是 对于一年上百本的阅读达人来说 更加必要 我们通过检索功能 可以比较轻易地找到 某个时间 某位作者 或者某种类型的书 于是 当你执记的某个关键词 或者某个片段的时候 都能比较快捷地找到它 也可以通过 使用不同颜色 来区分书籍的类型 或者是按照自己 不断变化的喜好 调整笔记的顺序 当我们对自己读过的书 做好长期优质的管理工作 读书笔记的重大意义 就能愈发显现 好处一 让读书笔记一目了然 想对究书做回顾的时候 很快就能唤醒当时的记忆 好处二 培养自己的辨别力 什么样的书是好书 我应该多读 什么样的书是烂书 我应该规避 好处三 明确自己的读书方向 我应该读哪些类型的书 未来的读书兴趣在哪里 最后 感谢本期视频的赞助商 微软Office 365 刚刚使用的是 他套装中的笔记软件 OneNote 考虑到学生党们 需要省下生活费 去给游戏课金 微软目前在推广它的 Office 365家庭版 它支持六人组团订阅 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账号 可以TB的OneNote 网盘空间 Word PPT Excel 都有云上的网页版 支持浏览器访问 可以在线编辑并存储在OneNote网盘 还支持多设备动物 可以随时随地用 手机 平板 PC多用设备 通过和编辑云端文件 增加不少变速性 有兴趣的快去搜码 看看吧 OMG OMG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觉得视频还算比较有用的小伙伴 可以给个一条龙服务